五一假七 我提议和老婆去爬山 老婆却说和我一起爬山没意思 不过我反对带上了她的竹马 为了不扫兴 我只能硬着头皮三人行 可爬到半山腰 老婆和竹马甩掉我不见了 我在山里找了他们一夜 却在民宿里撞破了他们的奸情 我愤怒地和他们撕扯在一起 老婆狠心地将水果刀扎进我的胸膛 我死后 他们又丧心病狂地将我从山顶推下 再睁眼 我回到了提议和老婆去爬山那天 老公 就我们两个都没意思 不如叫上白泽 我回国神对他笑了 好啊 白泽 我和周宇明天要去爬山 你带着嫂子 咱们一起呗 嫂子五一加八啊 那咱们三个一起去 有个照应 我靠坐在椅子里 听着阮思涵娇媚的能滴出蜜的声音 冷笑着摘掉了婚戒 丢进了抽屉里 挂断了电话 阮思涵从我身后抱住了我 老公 白泽说跟咱们一起去 到时候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我伸出手 抱住了阮思涵的手臂 侧头对着他笑得暧昧 我这么爽快地答应你 带着白泽一起去 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 给我生个孩子 我起身反手将阮思涵抱在了怀里 顺势跌坐在身后的大床上 阮思涵惊呼着 用双手扯住了睡衣的衣领 一张脸级的通红 语气里带着一丝厌恶 周宇你烦不烦啊 每天就想着生孩子 你看看人家白泽从来不逼着 他老婆生孩子 我冷笑着将抱着他的手收了回来 放在身侧捏成了拳头 我们是合法夫妻 结婚七年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我碰他 有的时候离谱到大姨妈能来一整个月 我明知道他在故意躲着我 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拆穿他 我全当他是不喜欢男女方面的事情 因为七年都没生出孩子 我爸妈对他颇有微词 为了维护他 为了他在我们家里不难做人 我对我爸妈扯谎说生不出孩子 是我的问题 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会背叛我 就像当年我苦追了他五年 坚信他一定会嫁给我一样 所以上一世 看着他和白泽抱在一起 缩在被子里的画面 我整个人瞬间失去了理智 我不明白 阮思涵为什么会背叛我 背叛的对象 还是当年他 自己甩掉的白泽 我和他们打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大脑都是空白 空白到阮思涵将刀子 捅进我胸膛的时候 我才回过神 老公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不想搞得浑身都是痕迹 明天去爬山被人看到 不是尴尬吗 阮思涵讨好地拉住我的手 爬山回来我一定满足 你好不好 我垂着头 冷冷地扯了扯嘴角 将手从阮思涵的手里抽了出来 好啊 这次你一定要说话算话 阮思涵垂眸 敷衍地硬着知道了知道了 你去洗澡吧 今天早点睡 明天才能精力充沛 我迈开步子 往外走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又小心地留了一条缝 我踩着拖鞋 踢踢踏踏地 在客厅绕了一圈 然后光着脚 站在了卧室门口 只见阮思涵压低了声音 对着手机抱怨 我真的烦死了 周宇真恶心 刚刚差点就被他占到便宜了 要不你别等了 这次爬山就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直接解决掉他算了 我真的受不了一点了 闻言 我将手紧紧地捏成拳头 原来上一世是蓄谋已久的谋杀 第二天一大早 阮思涵穿着一身性感低胸的瑜伽服 蹲在客厅里 将爬山的东西往背包里塞 看着他放在背包侧边口袋里的水果刀 我心脏微微一紧 听到声响 阮思涵回头看了我一眼 走吧 路上阮思涵和白泽 坐在后座笑得好开心 我透过后视镜 看着贴在一起坐的两个人 垂了垂眼眸 打算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天气预报说 今天可能会有大雨 要是下大雨的话 山上的路应该会很难走 阮思涵没好气地哼了哼 现在这个季节 也不会有太大的雨 就算下雨了 山上也有亭子 到时候 我们去躲一躲就好了 白泽立刻附和 就是 好不容易出来爬个山放松一下 这还没到 就打退堂鼓可不行 我捏着方向盘笑了笑 打去道 那就听你们的 到时候 你们慢点爬 你们别爬得尽兴了 把我丢了 白泽拍了拍我的椅背 你就放心吧 咱们一起出来的 得一起回去才行 一起回去 他们这次出来 就没打算让我活着回去 看着后视镜里 对着我翻白眼的阮思涵 我抿了抿嘴角 机会可给他们了 是他们自己不珍惜 上山的路很陡 这些年 为了把公司打理得更好 我早出晚归 喝酒吃饭谈业务 确实很久没泡健身房了 这才刚爬了一个小时 就有些喘不上气 看着白泽和阮思涵 脚尖的步伐 我对着他们大喊 你们等等我啊 阮思涵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我 语气里满是嫌弃 平日里让你锻炼身体 你偏步 你自己慢慢爬吧 我们才不等你 白泽也嘲讽地笑出了声 我和思涵的瓶 绿相同 就不等你了 一会儿 我们山顶会合吧 我喘着粗气点头 对着他们摆了摆手 那你们先爬 我慢慢追 看着逐渐消失的两个人 转身往山下走去 我在山下找了一家 环境还不错的酒店 坐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 上一世也是下了这么大的雨 我担心阮思涵和白泽 困在山顶有危险 不顾自己的安危 找了他们一整夜 找到他们的时候 我浑身湿透 不停地打着冷战 却看到他们 躺在一个被子里 我看了一眼时间 拨通了阮思涵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阮思涵都没有接 挂断了电话 我又给阮思涵发了微信 问问他在哪里 可是他也没有回 夜里十二点的时候 我又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直接站线 这个时间阮思涵应该和白泽正爽吗 又怎么会管我的死活 退出电话页面 我在记事部里 写了一份寻人启示 大概内容就是 妻子和男性好友 爬山突逢暴雨被困山上 我寻妻心切 希望有经验的网友 可以帮忙寻找 找到后必定中心 并且还附上了阮思涵和白泽的照片 写完寻人启示 我就立刻联系了 和我公司有合作的几个千万网红 让他们帮忙散播消息 天大亮的时候 我又给阮思涵打了一通电话 他还是没接 到中午 刚好是他们 失联超过24小时的时间 我立刻拨通了110 我要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 我联系的超级娱乐记者 也刚好到达现场 我一脸焦急地朝着警察走了过去 警察同志 昨天下的雨太大了 我老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怕他有危险 你放心 我们现在就派人去搜救 这座山不是特别陡 山顶还有民宿 你老婆一定不会有危险的 我安心地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只要我老婆没事就行 十几个警察分头上山 记者扛着摄像机 停在了我身边 雨哥你放心 我一定把肩妇淫妇拍得特别清晰 到时候 让他们直接射死在网上 我吹猫 到时候钱少不了你的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警察扶着阮思涵和白泽 从山上走了下来 阮思涵垂着头 长发挡住了他的半张脸 身上的瑜伽服有些皱 露出来的皮肤上 带着零星的红色印记 白泽将头低得深深的 不敢看任何人 他的运动服也同样很重 看那模样 昨天晚上应该是玩得嗨了 记者对着阮思涵和白泽不停地拍 阮思涵皱着眉头 凶巴巴地盯着记者 你有毛病吧 对着我拍什么 记者将摄像机举了起来 不客气地哼了哼 你们两个在山上 待了一天一夜 闹得人尽皆知 我拍两张照片怎么了 这也就是这山路太长了 在半山腰找到你们了 要不然啊 我非要堵在民宿的床上 给你们拍下铁证 阮思涵一张脸瞬间通红 他瞪着记者 你放屁 我和白泽什么事都没做 你少在这污蔑人 你要是再乱说 我就告你 你告啊 你要是敢告我也行 就怕你心虚不敢 眼看着记者和阮思涵吵了起来 我立刻装作很激动地 朝着阮思涵跑了过去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忍着心里的厌恶 将他抱进了怀里 可算找到你了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有多担心 打电话给你不接 打微信你也不会 昨天山上那么大的雨 我真怕你和白泽出危险 我捧着阮思涵的脸 上上下下地打凉着 我盯着他脖梗上的红色印记 用手用力地蹭 思涵 这是怎么了 出发的时候还没有呢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咬了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阮思涵没好气地甩开我的手 脸色难看得要命 谁让你报警的 你 阮思涵刚准备拿我撒气 白泽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阮思涵立刻咳嗽起来 山上温度太低了 我有点不舒服 你先送我回家吧 我对着警察千恩万谢 装作心疼地扶着阮思涵 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阮思涵却碰得关上了副驾驶的门 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我头不舒服 坐在后面舒服些 看着挤在一起的两个人 我垂眸 手指在手机上飞快地打着字 发稿 把热搜冲上去 钱不是问题 我要他们两个身败名恋 开车回到市区的两个半小时里 阮思涵和白泽爬山偷情的事情 就冲上了热搜 网上沸沸扬扬 吵得可热闹 记者特别给我发了新闻稿的截图 标题是 逼着老公当王八 少妇荒野 偷情真刺激 这男人真是知道 大众喜欢看什么 这新闻稿刚上两个小时 点击量就破百万了 而且他发的照片 全都是无码高清图 将阮思涵和白泽的脸 拍得那叫一个清晰 老板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就是单纯的爬山 老板 白泽懊恼地捏着电话 一张脸难看得要命 他烦躁地将手机丢到了一边 恰好砸在了阮思涵的身上 阮思涵的脸色也不是特别好 他皱着眉头盯着白泽 你什么意思 白泽冷横出声 都怪你要出来爬山 现在我工作没了 你高兴吗 什么叫都怪我 你不是也挺高兴出来爬山的吗 你是不是男人 白泽拧着眉头打开手机 将热搜翻出来 给阮思涵看 这些记者乱写 我们老板 说我道德败坏 要辞退我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那个记者故意的 他们可真是太没有底线了 我一定要告他 阮思涵抬手拍了拍我的座椅 你公司不是有法务吗 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告他们造谣 以前阮思涵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圣旨 我做不到的事 就算求别人 我也会帮他完成心愿 所以在他心里 只要他一句话 我就得像狗一样听话的 帮他完成任何事 我故意转动方向盘 车子突然晃动了一下 阮思涵没坐稳 额头撞在了座椅上 周宇你会不会开车 我挑眉 不然让白泽开 你明知道白泽开不了车 还说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握紧方向盘 嗡了一声 我忘了 白泽去年醉驾 被吊销了驾驶证 去年白泽醉驾 差点撞死人 不敢让他老婆知道 阮思涵来求我 我找人花了不少钱保他 要是没有我 他现在还得在监狱里蹲着呢 白泽捶了捶眼眸 脸上有些挂不住 阮思涵见状 立刻心疼地回对我 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说一句你就对一句 我不就是让你找个律师 告造谣的人吗 你做不到吗 这个我还真是做不到 人家造谣是假的才能告 要是真的 就算公司有法务 我也没办法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背叛你 我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转头盯着阮思涵脖子上的痕迹 那你告诉我 有没有背叛我 阮思涵皱着眉头 心虚地用头发挡住了痕迹 他用余光看了一眼白泽 突然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们就离婚 以前他一提离婚我就慌了 什么事都依着他 后来他就总用离婚威胁我 曾经为了哄他消气 我在他娘家门口跪了一整夜 给他买了包 买了奢侈品 他才和我回家 上一世 我被他亲手杀死 这一世我 绝对不会再做他的舔狗 任由他拿捏 我按下车门开锁键 如是重负 好 我们离婚 阮思涵一愣 重复 周瑜我说 我要和你离婚 我解开安全了带 起身帮着阮思涵 推开了后车门 下车吧 阮思涵震惊盯着我 你发什么疯 你现在让我下车 你知不知道 这边多难打车 难打车 和我有什么关系 既然你要和我离婚 那我们就没关系了 我抬眼看了一眼白泽 一有所指 我这个人不喜欢藕断思连 你放心 离婚后 我不会找任何借口 和你复婚的 阮思涵愤怒地瞪着我 一张脸难看得厉害 周瑜这是你说的 我等着你下跪求我的那天 车门被阮思涵重重地关上 白泽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不想下车又拉不下脸 最后只能慢吞吞地下了车 看着站在路边狼狈不堪的两个人 我一脚油门 将他们甩得老远 彻底看不到阮思涵和白泽的身影后 我在微信里找到了 白泽老婆宋嘉玲的电话 宋嘉玲是个女强人 赚得比白泽多 早出晚归的总在忙 以前阮思涵总是骗我说找她玩 后来在商业聚会上 我遇到过她一次 才知道阮思涵根本就没和她玩过 不过那个时候 我不相信阮思涵会背叛我 也就没有再深究 电话大概响了两三声 对方就接通了 您好 我是宋嘉玲 嫂子是我 周宇 宋嘉玲停顿了半秒 周宇啊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我犹豫了片刻 酝酿着哽咽的情绪 嫂子 你一定还没看新闻吧 昨天白泽和阮思涵爬山 我跟丢了 没想到他们失联了一天一夜 我怕他们出危险 一大早就报警了 结果 他们被警察找到的时候 竟然 我哽咽着 声音听起来异常悲伤 我也不想相信 可是阮思涵已经承认他背叛我了 我没办法 只能离婚了 对方沉默了两久 突然传出砰的一声响 这是我知道了 我会核实的 如果白泽真的对不起我 到时候我们离婚 还希望你能给我们当个证人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挂断了电话 我又拨通了阮思涵他妈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我就立刻嚎啕痛哭 丈母娘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对思涵好不好您 可是都看在眼里的 没想到 他竟然和他的青梅竹马白泽 又搞到了一起 都上新闻了 我这张脸 实在是挂不住啊 不和他离婚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和我爸妈说 阮思涵他妈那边 游约了好久 支支吾吾 等思涵回来 我一定好好骂他一顿 我让他给你道歉 我发了个白眼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做什么 既然他想要祸兴你 那我就给他来点刺激的 丈母娘这婚 我是必须要离的 不过就是苦了您了 您现在住的房子 车子都是我的 我们离婚后 您可能就必须要搬出去了 因为阮思涵是过错方 之前我给你买的奢侈品 可能也要追回了 阮思涵他妈那边叹了几口气 紧接着恶狠狠地嚷嚷 周宇啊 你放心我一定压着思涵给你道歉 我让他公开道歉 还有那个白泽 他竟然敢破坏你们的家庭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文言 我扯了扯嘴角 阮思涵他妈 最是自私自利不讲道理 让他把事情闹起来 再把阮思涵送回来 后面的事情才能完得起来 我吸了吸鼻子笑得得得意 谢谢妈 回到家里 我立刻找人换了锁 免得阮思涵突然闯进来 锁我的命 夜里 手机铃声不停地响 看着屏幕上闪烁的老婆两个字 我按下了静音键 翻了个声 我觉得老婆两个字太刺眼 索性改成了阮思涵三个字 在阮思涵打来第18个电话的时候 我按下了接听键 曾经阮思涵说 他喜欢18这个数字 每次我惹他不高兴 我至少要打18个电话 他才肯接 电话一接通 阮思涵近乎崩溃的声音传了过来 周宇 你为什么要换锁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家门 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 而且 我的东西也在里面 我有权利进去 我冷横出声 你的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 从你嫁给我以后 吃穿用度哪样 是你花的钱 而且你是过失方 是要净身出户的 周宇你没完了是吧 我都说了我和白子没关系 我 我垂谋 我查过了 山顶上有家民宿 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 我们就一起去掉监控 如果确实证明我冤枉了你 我可以道歉 甚至可以跪一整夜 你敢掉监控吗 阮思涵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 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斤斤计较了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就算我真的有错 你也不至于和我离婚吧 以前 以前我是真的太爱他了 所以很多事 我都选择看不见 我甚至会扑恶自己 告诉自己 只要阮思涵待在我身边 就算他真的做错了什么事 我也可以忍耐 我们结婚七年 他不给我生孩子 我忍了 他躲着我不让我碰他 我也忍了 可是我怎么能忍得了 他亲手杀了我这件事 我把他放在胸口暖了七年 到头来换来了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和平离婚 那你就等法院的传票吧 阮思涵气愤地嚷嚷 好 周瑜我真是给你脸了 看着监控里阮思涵离开的背影 想着这会儿 白则应该也在焦头烂额地 想借口搪塞宋佳玲 为了避免宋佳玲心软 像我上一世那样恋爱脑 我决定再推他一把 我拨通了叶总会张姐的电话 张姐 我想借个姑娘用用 价钱好说 我要演技好的 第二天下午 张姐就保持保量地 将视频发给了我 叶总会的姑娘 到底是见过大事面的 看着视频里 在宋佳玲公司大闹着 要找白则要说法的女人 我都忍不住拍巴掌 视频里 白则一脸猛地盯着女人 我冷笑出声 看来她是认识叶总会的姑娘 没准今天这个 还是老相好呢 白则能出现在宋佳玲的公司 那说明 宋佳玲已经原谅她了 我就知道 白则那个油嘴滑舌的小白脸 肯定有拿捏宋佳玲的本事 要不然 女强人也不会看上她 不过 我也不是吃素的 既然让我重活一世 白则和阮思汗 我都不可能放过 我要的是 他们身败名裂 生不如死 白则慌张地看着宋佳玲 张着嘴想要解释 却被宋佳玲一巴掌打在了脸上 那声音清脆响亮的我 感觉自己的左脸都疼 看着肿着半张脸 呆愣地站在原地的白则 我勾了勾嘴角 垂眸点开记者的微信 将视频发了过去 把这件事吵起来 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没想到白则会在这个结果眼上来找我 我推开门 他就毫不犹豫地冲了进来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抓住了我的衣领 一拳打在了我的鼻子上 我鼻子一酸 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鼻腔里流了出来 我仰着头看着白则 你现在这个情况 我报警说 你入室抢劫都不为过 白则冷哼出声 五一那天爬山 你是故意报警的对吧 你早就发现 我和阮思涵的事情 所以才提议去爬山 然后趁机报警 让我和阮思涵的事情 曝光在大众事业下 阮思涵他妈 是不是也是你鼓吹的 他跑来我们家门口破口大骂 说我强迫阮思涵 还要我赔偿 他女儿的精神损失费 我吸了吸鼻子 偷偷按下了腕表上的卡扣 狡辩 我哪有那个本事 搞出那么多的事情 五一回来 我连家门都没出过 你们给我扣了 那么一顶绿帽子 我怕出去被人认出来丢人 少他妈的放屁 这些是不是你搞出来的 还能是谁白则愤怒地 捏着拳头 对着我的眼睛 又是一拳 他死死地抓着我的衣领 卡着我的脖梗 目光阴狠地瞪着我 宋嘉玲也答应再给我一个机会了 可是昨天突然来了个女的 到我老婆公司去闹 紧接着晚上就上了热搜 撤都撤不掉 白则提起膝盖 狠狠地撞在了我的腹部 周宇 我不过是睡了你老婆 你竟然想让我死 你知不知道 我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老婆要和我离婚 让我净身出户 车子 房子都不给我 我工作也没有了 所有的朋友都对我避之不及 好像我是瘟疫一样 这一切都怪你 要是不爬山 我和阮思涵 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 这全怪你 我今天就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眼前一黑 双腿一软朝着白则的身上栽去 手抓着他的外套 将手腕上的表 放进了他的口袋 那块表示劳力士 价值二十万 再配上我这一身伤 入室抢劫 白则最少判十年 警察局里 白则捏着口袋里的劳力士 瞪着我大喊 你又陷害我 我根本没拿你任何东西 我护着胸口 一边咳嗽 一边吐嘴里的血 我被你打成这样 还陷害你 周瑜你的王八蛋 老子跟你拼了 看着被两名警察 压着根本动不了的白则 我撑着身子站起身 虚弱地对着警察询问 这种情况能和解吗 文言 白则一双眼瞪得老大 好像看到了希望 我愿意和解 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只要不让我坐牢 周瑜有任何要求 你都可以提 警察不解地看着我 你想和解 我摇了摇头 将白则最后的希望捏碎 不和解 就是问问 白则挣扎着朝我扑过来 周瑜你不得好死 阮思汗会为我报仇的 你别以为躲过了 我就没事了 他会替我报仇的 文言 我挑了挑眉 别人都是大男龄投个自飞 他们两个倒是情比金坚 各自都自身难保 还想着联手对付我呢 还真是有趣 回到家里 我将电脑屏幕上 长达两千字的复仇计划 全部删掉 将身体靠在椅子里 用冰块敷着眼睛 等着阮思汗自投罗网 白则入室抢劫的事情 定案后的第三天 我家的房门 突然被人在外面敲得砰砰响 看着一脸憔悴 被他妈压着不停挣扎的阮思汗 我撇了撇嘴 商量了一周多 才商量出结果 这对母女的效率 真是太低了 门又被重重地敲了几下 门外阮思汗他妈的声音 带着讨好 周宇啊 给妈开开门 妈带着思汗来给你认错了 听着阮思汗他妈的声音 我厌恶地皱紧了眉头 推开了门 门一开 阮思汗他妈毫不犹豫地 一脚将阮思汗踹倒在我面前 音调陡然提高 快点给周宇道歉 我真是白养你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 那个白则 当初我就看不上他 要什么没什么 你竟然还被他给骗了 你看看 他什么德行 竟然还敢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简直就是人渣 阮思汗抬着头一脸懊悔地看着我 声音哽咽 周宇我错了 我不应该相信白则的花言巧语 上了他的当 还伤了你的心 是我被他蒙蔽了双眼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抽掖着 爬着抓住了我的裤管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 这么多年的感情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以后一定对你忠心 再也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将裤子从阮思汗的手里拽了出来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阮思汗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伸出三根手指对天发誓 我阮思汗再次立誓 若是以后再背叛周宇 就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哎呀我的女儿 周宇肯定知道 你是真心悔过的 你不用发这么毒的事 看着阮思汗 他妈略显浮夸的演技 我垂了垂眼眸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也不用你天打雷劈 只要你再背叛我一次 我就要你主动提出离婚 从此以后 我们再无瓜葛 阮思汗不停地点头 手指故意往我手背上蹭了蹭 以后我都听你的 我厌恶地躲开他的手 一瘸一拐地往厨房走去 我还没吃饭 我也没吃 我想吃糖醋排骨 少糖多醋 还想吃酸辣粉 多醋多辣 我侧头看着回答得 如此丝滑的阮思汗 扯着嘴角冷笑出声 你该不会觉得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 无微不至地照顾你吧 阮思汗微微一愣 手脚有些僵硬地 朝着厨房走了过去 走到厨房门口 又有些尴尬地转头看我 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啊 阮思汗他妈皱着眉头几步 走到他身边 拽着他往厨房走去 话语里都是诧异 你结婚七年 什么都不会做吗 煮面都不会吗 看着摇头的阮思汗 我捏了捏放在身侧的手指 他当然不会 这七年里 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做 事无巨细 就连取快递 我都舍不得让他去取 也该让他尝尝 这些年我过的日子了 阮思汗 我有点饿了 帮我煮一碗面 阮思汗 快递到了 你帮我取一下 阮思汗 我新买的茶几到了 你去装一下 还有 没洗的衣服 你洗好运好 下周回公司开会的时候要穿 地你也要擦了 桌子上昨天的碗筷 也得刷干净 我躺在沙发里 一边看电视 一边打游戏 看着客厅 厨房 卫生间忙得团团转的阮思汗 我扯着嘴角吐了一口气 原来使唤别人这么舒坦 哐浪 啊 阮思汗举着被割伤的手指 手足无措地盯着被他砸坏的茶几玻璃 周瑜怎么办 我有些遗憾地皱了皱眉头 我还挺喜欢那个茶几的 可惜了 你把玻璃碎片扫干净 丢了就行了 我再买一个 阮思汗红着脸 眼底闪过一抹气氛 我的手割破了 你看不到吗 就算你对我心里有回 气也用不着这么折磨我吧 折磨 就干了这么点活就是折磨了 我起身走到阮思汗身边 指着放眼能看到的一切 这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亲手安装的 你从来没有帮过我 前年 厨房的玻璃门碎了 割破了我的手 我一只手都是血 你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吗 阮思汗低着头脸上 闪过一丝厌烦 都那么久的事了 你至于就是重提 我冷横出声 你说我笨手笨脚的 你说 这种小活白泽 根本不会出问题 你和我结婚七年 处处将我和白泽做对比 可是在你身边 事无巨细照顾你的人是我 白泽他照不过你一天吗 阮思汗将手上的 鞋往衣服上蹭了蹭 我自己弄行了吧 你现在就是故意找茬 我跟你多说一句话 你都会让我添堵 看着弯下腰 收拾碎玻璃的阮思汗 我抿了抿嘴角 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错的永远都是我 我迈开步子 进了卧室 将门摔得震耳欲聋 晚上阮思汗点了外卖 叫了我几次 我也没出去吃 夜里 门外又响起了 阮思汗的敲门声 他放柔了声音 周宇 白天的事是我不对了 你别生气了 我热了牛奶 我给你送进去好不好 我没出声 阮思汗的声音继续传来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以前你对我那么好 现在突然变成这样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今天白天那么多活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好累 我只想 我们像以前一样 难道不行吗 听着阮思汗的哭声 我有些犹豫地坐起了身 以前我最怕他哭 每次他哭我都恨不得扇自己巴掌 觉得 是自己对不起他 现在虽然已经将自己的 对他的感情全部收回了 可是听到他的哭声 我还是觉得心里难受 我起身打开了卧室门 阮思汗端着牛奶 扑进 我怀里嚎啕大哭 我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最爱我 我摊着双手 生怕碰到他 牛奶放下你先出去吧 阮思汗仰着头盯着我 我要看到你把牛奶喝掉我 才相信你真的原谅我了 牛奶 我将目光落在了他手里 端着的牛奶上 这么想让我喝牛奶 莫非这牛奶有问题 看到我质疑的眼光 阮思汗垂眸 将牛奶递到我面前 你喝一口也行 就算是原谅我了 我伸手 捏着手里的牛奶杯 在阮思汗的注视下 仰头喝光了 见我喝光了整杯牛奶 他高兴地搂住了我的脖子 周宇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垂眸 我要休息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阮思汗依依不舍地点了点头 等你伤好了 我就能搬回来了是吗 我点头 看着阮思汗离开后 立刻冲进卫生间 扣着嗓子眼 将所有的牛奶都吐了出去 夜里 我听到有脚步声 我眯着眼睛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晚上睡得匆忙 忘记了关窗帘 外面的月亮很大 很亮 将阮思汗 那张猙獰的脸照得很清晰 他手里握着上一室杀了我的水果刀 站在我床边 恶狠狠地盯着我 周宇 今天晚上 我就送你上路 五一那天我就不应该听白泽的放过你 如果那天就解决了你 白泽也不会进监狱 我和白泽手里握着你的公司 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是他富人之人 贪恋我的身体 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这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要杀了你继承你全部的财产 阮思汗将水果刀高高地举起 他对着我胸口落下的刹那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慌张地盯着我 眼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明明 我明明喝了牛奶是吗 阮思汗你这是谋杀 我现在报警 你就可以和白泽在监狱里 做神仙眷侣了 阮思汗立刻将手里的刀子 丢在了地上 不要 周宇我不要坐牢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不会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身穿制服的警察 站在门外对着阮思汗拿出了正经 阮思汗 你涉嫌谋杀 和我们走一趟吧 阮思汗盯着我 一张脸瞬间垮了下来 你怎么 我将藏在枕头下面的手机拿了出来 你的好情人白泽说了 你会替他报仇的 这些天 我一直在等你动手 我起身 走到阮思汗的面前 嘲讽地笑出声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半点都沉不住气 阮思汗和我们走吧 看着被警察带走的阮思汗 我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我站在床边 看着外面缓缓升起的太阳 扯开嘴角笑了 以后的日子都是美好的新生